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说到 一架小雪季染在了小妹妹上是很苦恼的血清 然后我们也试了醋的方法 但是最后还是留下了一丢丢的小黄色 这样也令大家非常的苦恼 所以我就为大家收集了网络上面各种各样的 可以洗雪季的好方法 那究竟哪一个方法是最好的呢 我们一一试验一下吧 第一个方法就是盐 浆 水 来试一下 我们准备了模仿小妹妹的小棉布 我们把盐水淘进去看看 把盐水淘到水上面 然后再用牙刷把它刷刷刷 走得又好慢哦 好像刷到一些这样子的衣服 刷到感觉看不到什么颜色了 就可以拿去洗来 用清水洗掉以后盐的效果非常好 非常干净保湿水 第二个方法 玉米淀粉我们来试一下 在玉米淀粉里面呢 我们加一点点的水 然后呢把它弄湿 玉米淀粉呢 涂到血液上面 晾干以后呢 就用小牙刷将血剂刷走就OK了 这个玉米淀粉已经晾干了 我们试一下把它刷走 看效果怎么样 先把它挖掉 挖掉挖掉 好像膚石膏了 然后加点水就可以刷了 感觉还是有点便气 看一下洗完以后是不是完全没有感觉 玉米淀粉我已经洗好了 出来效果的话呢 虽然是洗了很多 但是还是黄黄的 跟醋吧 差不多效果 我们试一下下一个方法 苏打粉管不管用呢 我们加两份的水 倒到一份的苏打粉 我们看到起泡泡起泡泡 感觉它会洗得很干净哦 不过稍微有异度就慢 完全全部洗干净了 下一个方法 下一个方法 我们试一下双氧水 首先我们在一个小绵绵上面 倒一丢丢的清水 然后呢 我们就用棉签双氧水 抹在上面 沾一点点 抹一点点 这样子 哇 效果好神奇哦 觉得一放上去它就开始变淡 然后同样双氧水呢 我们就用烫运斗去把它运一下 那水分就会先蒸发 好像已经全部干净了 好神奇哦 完全已经没有了 来看一下这个双氧水的效果 真的是特别好啊 这么老眼可不可以不露了 瘦不够用 那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冰箱那怎么办呢 用冰块就可以搞定了 是不是很神奇 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将点液 垫在纸巾上 然后用冰块来插 103 测试 好像真的变浅了 变浅啦 好神奇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左手已经飞了 右手又飞一次 超级棒的 再来看一下 立刻就完全没有了 冰块ac孑文化ус 兵块无敌战 顺便跟大家复集一个小知识 大家看到冰块那么厉害吧 那要记住了 每一次洗小内地的血迹的时候 要用冷水 千万不要以为是热水 测试了那么多的妙招 真的可以解决不少烦恼 我们来总结一下哪几个方法最好吧 我最喜欢的就是冰块还有盐 因为它们效果又好又非常方便 随便就可以想到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双氧水 虽然不一定家里面很容易找到双氧水 但是它在药店还是非常容易买到又便宜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秒钟它就完全变走了血迹 非常神奇 然后下面就是苏打粉了 苏打粉的话也是可以洗得非常干净的 最后剩下就是醋还有玉米淀粉了 它们又洗得慢又没有很干净 我觉得清水洗效果也差不多嘛 如果喜欢我们的喵渣的话记得给我们点赞咯 我们是一心拉一次生活 爱一次马爱马 下一次再见 拜拜 我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一对男女在出租屋居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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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1日我们拍的微电影就会在全平台上线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微博带话题房子是出来的 但生活不是跟我们互动 请大家认识你们哦 一定要锁定ECLINE一次生活 快看我们的微电影啦 我在这里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